因为我认为一旦我决定采取走上平坦缓坡的安全策略 那一瞬间我就再也看不到我要攻顶的遥远目标 说不定采取了安全的方法 不急不虚费时往上攀爬的过程中 我会把原先企图站上险峻山巅的初中望的一杆而尽 而且我觉得就算没有忘记 也可以遇见自己会在中途放弃的画面 理想是理想 事实上却只能爬到这里而已 我已经尽力了不是吗 就到此为止吧 我可以想象如果对自己稍有妥协 脆弱的自己很有可能不顾先前长久的努力 静置画下句点 所以我承认自己鲁莽无谋 但从今以后我还是下定决心 再怎么险峻的高山 能就要继续垂直的往上爬 大家看下来 好 好 鞋子